第一次的賽事 賽事其實第一個他是很難舉辦的 還有他舉辦的場地是非常 要經過很多很多的這個考驗 我們也非常高興台灣有這樣的一個環境 所以這一次呢 不單單是我個人的期待 我跟他在張家口跑完的時候 我跟剛剛講 我們希望大陸的第一次 跟台灣的第一次 我們兩個都有參與過 台灣這次的賽事 是五個人參加 因為他選擇自己來 70公里 所以他因為第一次的不同 這次整個高低的落差大概3950 必須要有一個男車 所以這台車呢 車子上面總共會有五個人 但同時在車上只會有四位 其中因為在保護 所以要適合每一個在保護過程中 團隊的精神非常的誘人 因為你知道 你會看到你隊友走的路段 其實每一段都很艱辛 都不容易 然後你會知道 他剛才已經是抽筋 剛才已經是痛到不行 剛才是哪裡痛 但大家都咬著牙跑完 那種團隊的精神 彼此的認知跟鼓勵 是要持續的 所以這個團隊的精神 我覺得是這個跑團 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價值 方面的就是我跟天鴻 參加進行比賽 我自己在四點出發 因為我跑第一棒 我跑第二棒 到最後結束的時候 我跑第二棒 我們兩個經濟的分散 我回來就告訴我自己 我下次再跑 我一定要練 我不能是這樣子 因為這次的成績 我覺得我們雖然完成了 但是呢 我希望成績能夠更好 記得就是跟鴻剛一直講 大家一定要訓練 而不是說 你想要來參加 抱著一個好玩的心態 因為它的確還是有一些危險 那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夠 真的是訓練自己 鍛鍊自己 來參與這次上一次